当我接通 天地源头 在只剩你 早已复用 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感恩太阳光工 感恩李运长 还有很开心今天在这里 跟所有充满家人共居一堂 今天是我们的国定家人 所以感觉有一些平常不能来的人也来参与 所以特别的喜悦这样 那我也很感恩在我的好朋友运运长 某一天做了一个梦之后 就与我连结上 我也觉得很感动 因为一开始的合作呢 其实我并不了解这是一个什么单位 我也不认识导师是谁 只是很纯粹我们就是JKS 我就负责把所有的音乐配好这个舞蹈 但是一开始呢 在听这些音乐的时候 我实在有点 不要说痛苦 但是因为你知道我们跳舞呢 我对音乐是很 觉得很敏感 因为觉得音乐好听 我们跳起来才会很融入在其中 也会很爱跳 但如果音乐你自己都不喜欢 然后你跳起来也是觉得 但一开始的音乐就是让 不是只有我啊 我们其他的舞者也是觉得 而且你知道吗 我这歌都超长的耶 那个时候每一首都六七分钟耶 他现在每个跳的都哀哀叫 都觉得跳一首得比跳两首 然后他都想说 这音乐当时二十几首嘛 就觉得怎么每一首听起来好像怎么都一样 常常每次在排练之后放下去跳到一半来觉得 不对 不是啦放错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手 哎呦 那时候想说 我很想到奇怪 这个到底是 这个导师 他创作的音乐 好像跟我们平常听的这些流行音乐 有点那个 逻辑上不太一样 好啦也不管 反正我就是 不管再好听再不好听 我的任务就是 配好舞蹈上去就对了 那后来我也不知道还有后面 我以为就只有这一场 然后呢 后来又开始接触第二场第三场的时候 奇妙是就很奇怪 我想说 又来了 又要跳这些 然后而且我们的舞子也都说 又跳那个 哦 那个音乐没走到好长哦 什么 那我说哎没办法 好啦 就跟他们安抚一下 我的好朋友嘛 又看到殷琦 他后来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很开心 那当时其实我自己的工作很忙 如果已经很久不接商业 那时候收入是很丰富这样 那后来呢 第二次开始我就觉得好奇怪 以前觉得不好听的音乐 哎 为什么很多首都觉得好听了 那时候还没有到全部 再到第三次的时候更多首 但第二次的时候已经有一首 我已经很感动 让我在台下跟他们彩排手 已经掉眼泪 那一首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就是千年之约 再接下来就越来越多首 我就记不起来了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林医长也很热心的邀请我参加 隔天的十做十变 你知道吗 我心里真是有 头上有八条线 我前一天舞蹈表演 那天累死了 我隔天还要一大早去参加这个 因为我还没有融入这个团体 我不知道到底来干嘛 还要做一整天 而且 那个还在林口 对不对 那我又不是住旁边 那我要可能六点多 又要起床 我真的觉得说实在的 如果不是冰棋是我好朋友 真的是贴我五千块叫我去 我都感谢 但是 还好还好 还好 我却觉得我是那个幸运了 对不对 从那个时候开始 PAC的第一场音乐会开始 我的每一场 隔天的十字 其实就没有落掉过 那当然这个 还是要感恩我们殷奇 因为我本来也是推辞 我说不要啦 我很累很漂亮 但是他就说 你来啦 这个真的很棒 你一定要来 这样 好 那一开始第一场 我不可会 也是 音乐场给我这个捷兵票 那后来呢 贵宾票 但后来呢 我看懂了 虽然我没有如法实修 可是我看懂了 因为很多人上去分享 我们在后台有时候也会听到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地方能量很好 磁场很棒 后来我也懂 那个票 你就也自己买 这样子 然后 虽然也觉得说 很棒很棒 有空的话 我也蛮想要来这里学习的 可是呢 当时我在红尘中 总是有很多的理由 就觉得自己很忙 然后 音乐场送我的超级生命密码 我也不好意思讲 放在我家大概两年 我也看没有几页 每一次我翻开要看的时候 就没有超过一两年 我就真的想睡觉 那就睡觉了 那直到就是我们的那个 疫情的时候 大家都不能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很自然 我们也没工作了 因为也没人敢出来 谁知道我们也跳不出来 好 我就心里想 也好啊 我刚好有一个时间 我终于可以好好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 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已经有 酝酿跟能量 我早就有想要来学超级生命密码 所以也很感恩天地 我才开始学那个太阳明亮转运法 就真的有大小有不断 然后再到后来我简单说就好了 有些人听过我一些分享 甚至于说我之前这个髋关节的受伤很痛 然后再没有看医生的情况 就在我们有那是第几场的音乐会 录制的前一天 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好了 那个好 因为我相信一定是天地的爱 因为那个痛 真的不是普通的痛 那个是我走每一步路都痛 然后我坐下跟站起来 我都要慢慢 而且都要扶着 然后所以 若不是天地给我的爱那是什么 那所以还有很多其他的 包括我自己的身心灵的方面 我觉得我的这个情绪变得很平稳 然后因为以前我比较胆小 又容易担心这个担心的 永远都烦恼啊 万一以后没钱不够用怎么样 到老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存到多少钱的话 那没有工作的时候会这样 以后嫁不出去那会怎么样 反正就是你一直有很多很多的担心 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抄马之后 我觉得我心情很好 而且都没有任何事情会担心 就是一直处在一种很开心很愉悦的那种情绪里 所以在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 一定会有遇到喜怒安乐 甚至于比较不顺畅的事 可是呢 一样的事情在遇到 可是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心情 我们去面对的 完全那个感觉 就都不一样了 所以我是很明显的 感觉那种能量上的提升 是真的对每一个人 只要能够来学习抄马 来提升能量的话 就会给自己带向更幸福的一个方向 那我也真的觉得我们的导师 实在太慈悲太大了 这样子就是为了我们大家全体这样不值得辛劳 然后所以我也期许自己也可以更加精进 然后也能够为这个社会啊 或者是认识不认识的人 能出一份力是一份力 让大家更加的幸福 社会就会越来越好的 这个希望就会越大 也期望我们的台湾 甚至全世界都可以 超级生命密码 带给更多的人幸福 然后地球越来越好 那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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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